第二个是边界 边是两边 现在科学家讲相对 相对就是边界 所有一切法都是对立的 大的那一边是小 长的那一边是短 正的那一边是斜 你看都是相对的 我那一边是别人 全是相对 这个观念错误的 为什么 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 跟自己是一体 所以自然产生对立 我们简单的说 跟人对立 跟四对立 跟一切万物对立 对立不是小死 是大死 所有一切 错误的行为 都从这里发生 现在这个世界 冲突太多了 冲突从哪里来的 从矛盾来的 从厉害来的 矛盾力还从哪里来的 从对立来的 你去找了根源 是对立 如果没有对立 就没有矛盾 就没有厉害 冲突 冲突在升级 就是斗争 斗争在升级 就是战争 所以对立 所以对立 是一切 荣厚的根源 佛说这个要厉害 佛又给我们说了 成见是错误的 自以为是 我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这叫成见 成见里分 对因的成见 对果的成见 分两种 对因的成见 叫戒取见 对果的成见 叫见取见 这个就变成行为了 造作一切 善于不善 最后一种是邪见 就是除这四种之外 所有错误的看法 都归在邪见里头 似乎是你想错了 什么你想错呢 贪想错了 成辉也错了 愚痴也错了 傲慢也错了 怀疑也错了 为什么呢 清净心里头 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是一切不善的病根 所以在佛法里面 也称为三毒 贪嗔之是三毒 加上慢根 也是五毒 这个毒是病毒 真的是病毒 人会生病 为什么会生病 因为你心里头 有这五种病毒 外面再也有这个病的因 这一感应 你就生病了 如果里面 把这五种病毒拔除 外面一切感染的时候 感染不到 这是医学所谓 你有免疫的能力 你不会感染 这五种叫私烦恼 你想错了 你想错了 我说这些东西 你怎么会生病毒拔除